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有十几种 回味无穷的烧烤 酸甜可口的饮品 汉代人的餐桌上都有哪些令人食指大动的美味 我发现的最丰富的就是南远王共树 果品最多 还有什么的荔枝 还有真正的橄榄 方便食用的风格饭和 别出心裁的便携条羹 古人为了吃 研究出了哪些神奇餐具 一眨眼两千年过去了 但是古人留下的就在我们身边 敬请收看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 鲜明的味蕾 第二集 汉事艳响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欢迎大家走进考古公开课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今天我们要首先欢迎四位学员 大家好 看到四位穿着 我们应该是来到了汉朝 汉朝的人们又会享用怎样的美味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有请到几位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 汉代的饮食文化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老师 有请 今天我们一共有三位专家参加节目的录制 现场的两位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老师 欢迎林郑老师 另外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 孔文老师 您好 孔老师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专家是海昏侯木的考古队的领队 杨军老师 今天杨军老师将会以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他打个招呼 杨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来 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老师 谢谢他们 虽然各位是从汉代垂来的 不免让我觉得很好奇 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我喜欢吃甜口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您喜欢吃什么 辣子鸡丁 辣子鸡丁 小哥哥喜欢吃什么 我特别喜欢吃猪肉大葱的包子 老香了 加点粉条的 那太绝了 您喜欢吃什么 我也喜欢吃包子 但我喜欢吃的是香菇青菜包 素包子 素包子 好 来 我采访完了 刚才他们说的这些 给我说饿了 都好吃 但是问题是 在汉炒的时候 能吃着这些东西吗 大部分都吃不到 西红柿炒鸡蛋 对 咱一个一个说 好 一个一个说 鸡蛋西红柿 鸡蛋有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了 春秋之期的鸡蛋 整盘子鸡蛋 但是西红柿没有 西红柿是起源于中南美洲的 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才带回到欧洲 然后才从欧洲传到了我们国家 那就很晚很晚了 明清时期了 然后辣子鸡丁 鸡没问题 鸡有了 到汉代我们就开始饲养家鸡了 但是辣子没有 辣椒没有 只有鸡丁 所以这个说的辣椒没有 很多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国有很多地方比较喜欢吃辣的 南田北咸东辣西酸 对 尤其四川人 四川人不怕辣 但是科学就是科学 因为我们现在考古发现 辣椒起源于中美洲 而且也是刚才我说的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才传到欧洲 然后从欧洲 才向我们这个亚洲地方传播 所以这个辣子鸡丁没有 这点补充一下 我们虽然没有辣椒 但是我们中国有花椒 我们有花椒 花椒是我们起源的 现在世界我们常说的三大调味品 花椒 胡椒 辣椒 我们占了一个 我们占了花椒 这个是辣子鸡丁 咱这猪肉大葱包子肯定有 猪肉大葱包子有点复杂 不能没有吧 有点复杂 先说这个包子皮 这包子皮你是面粉做的 这个面粉就牵扯到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磨面粉 现在起码我们根据考古发现 这种磨面粉的转发磨 大概最早是在东汉磨去 三国了 所以我们讲汉代 为什么我说有可能呢 如果你是在东汉磨的 你吃这个包子有可能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 煮酒论英雄 有可能吃的就是包子 那是可能包子 你要在刘邦的时代 西汉初期就吃不上包子 就没有了 就没有包子 好 馅呢 还有馅的问题呢 猪肉大葱 大葱 猪肉没问题 肯定有 加猪是我们中国驯化的 是起源于中国的 大葱是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辛辣的菜 蒜 韭菜 洋葱 就是说这些呢 它都属于什么呢 百合科的葱属 这里头大部分 起源于地中海沿岸 就只有这大葱 说不太清楚 所以呢 我们根据历史文献 就是我们认为呢 大葱有可能起源于中国 所以你这个呢 大葱猪肉包子 是有可能 但是从考古时政的角度来讲 没证据 要打个问号 叫存疑 存疑 最后他说的这个 那个没问题 香菇的那个包子 香菇青菜 那个没问题 也是 考古证据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从文献 能够查到 已经进入到 我们的师谱里了 所以你看这个 从考古时政的角度来讲 它就变复杂了 大家看看眼前的 这个餐具很有意思 你觉得你眼前那样的 形制的餐具 汉代会有吗 我感觉这个勺 应该能有吧 但是那个食盒呢 我感觉像是有的 为什么 那放个小零食啊 放点干果啊 还挺适合的 王公贵族给这么点 您觉得呢 汉代会有这样的食盒吗 我感觉这个不太会有 这像今天自己家里带那个 便当的那种 这个很有意思 会有吗 有 这么肯定吗 格是有的 这个呢 就是汉代出土的格 就是适于分餐制的 就是一人一食 每个人面前呢 有一套餐具 那么从我们新时期时代 一直到汉代 分餐制占据了 很长的一个时期 很多那个画像砖上面 就表现了汉代人饮宴 对 每个人呢 就是跪坐在就席子上吧 席子下面铺的有宴 就一人一席 宴是比较大的 铺在地上 它主要有格巢的 每个人的这个席子上 放的有暗 暗上面呢 再有一套餐具 每一个人呢 他的这个食物呢 按照每一个人自己的量 给你分好的 我们看这个画像石 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面前呢 有一套 这样来说呢 大家是各吃各的 所以叫分餐制 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 海昏猴的杨军老师 我们让杨军老师 来跟我们讲讲 从海昏猴墓的发掘的情况 来看一看汉代的 饮食的一些情况 刚刚大家都在讨论 分餐和席地而坐的问题 正好我们那个 海昏猴一只博物馆这里 有出土的相关器物 刚刚讲到席子 从海昏猴墓里面 现在我们发掘情况看呢 目前保存下来的 就是足席子 因为席子 它是起居用的 也就是起身 或者坐下用的 所以经常会 使这个席子的脚 会翘起来 卷起来 或者会使席子容易 发生移动 所以就使用正 把席子的四个脚 把它压住 所以从海昏猴墓 目前看到的证 大概有这几类 第一个就是验证 第二类就是辅证 辅就是那个野鸭子 第三类还有路证 第四类就是人物行证 还有一类就是镶嵌的 切气和玉石的归证 大概有这几类证 基本上都是与 汉代席地而作 有关的文物 谢谢大家 就是不一样 老师那东北冬天上炕 不会也是那时候流传下来的吗 寒腿坐着 那炕已经是很高了 炕对 炕的出现很晚了吧 不晚 也很早 我们实际现在发现了很多早期的这个 房屋遗址 房屋遗址里头 它就现在上面就没了 但底下盘的那个火炕的那个烟道 有火道 非常清晰 保留得非常好 它那个主要是为了取暖 对 为了取暖 唐代就已经有水暖了 把温泉水引进去 对 我们看看刚才那个阁 我特别感兴趣 如果我们的这餐都是放在这里边的 那用什么能吃到它呢 你看看你们桌子上的餐具 小勺子 对 特别有意思 龚老师先来跟我们说说 这个勺呢 其实起源也挺早的 我们在人家 它一直出现个玉勺 就是看这样的 你看跟你的勺是不是挺一样的 看它勺上还有一个东西 有个小眼 到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也有个 也有个 我问 这个勺子上这个眼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有个眼呢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条羹上的眼呢 它已经就是这个传承下来的 没有实际什么意义了 那么过去呢 它实际上这个眼呢 是穿绳的 穿绳以后呢 你挂着 方便佩戴 带着 带着 自己的勺自己吃嘛 分餐嘛 对吧 发明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旅行装的勺子 对 要带着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一眨眼 两千年过去了 但是 古人留下的 就在我们身边 对 我们讲的好多传承 觉得好像比较虚 实际上十个东西都有 就是在这个小东西上 我们先说漆器吧 漆器呢 在汉代 其实已经非常的这个发达 长沙马王堆汉木 出土了很多漆器 非常精美 有盘子 有制 然后上面有筷子 对 大家桌子上也有 也可以拿起来看看 对 对 款式应该也是一样的 一样 就是用它来复制的 对 非常漂亮 我们今天复制的这套漆器 其实已经工艺非常好了 是的 但是如果跟汉代人的 这个漆器的工艺相比较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它的华美程度 是 而且大漆 历经两千年 它的颜色 就是复制的 你们看到的这个颜色 太神奇了 对 其实漆器能保留下来 是很不容易的 它不像我们青铜器 玉器 它保存下来还是比较容易 但是漆器呢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呢 很多漆器就朽掉了 整个的木器已经没有了 你眼前有 那个是什么东西 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 是 喝酒用的吗 对 喝酒用的 对 你看你那上面还有字 这叫什么 耳杯 对对对 是耳杯 什么字里边 君 什么 酒 君性酒 君性酒 对 有君性食 君性酒 对 就是请您喝酒 请您吃 对 请您好好吃 就是劝人进食的意思 那么就像您说的 今天咱们一起吃饭了 那个 请您吃好喝好 招待一定 那个时候招待您来了 咱们吃好喝好 把今天过好 饮食用的酒杯 是它 感觉一下 这样子 对对对 除了一个一个碗之外 还有底下那个七暗 这就是暗 七暗 然后上面放着吃的东西 对对对 古人的智慧真是太棒了 这是 新追妇人使用的 那我们的海昏猴刘鹤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 来 来 杨军老师跟我们讲讲 好 刚刚几位老师 介绍了 新追妇人吃饭的餐具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海昏猴刘鹤 吃饭的家伙 汉代的时候是分拆而食的 所以海昏猴墓里面就出土了 分拆而食的七暗 这个七暗它中间是红色的七 作为底色的 上面用黑线勾绘 在外面一圈是黑底 上面用了红色的来勾绘云纹的 所以这是暗 暗上面就可以放七盘 七耳杯 七碗 包括七勺和使用的筷子 海昏猴墓里面目前没有保存下来筷子 但是有很多七勺 这里面就涉及到在汉代的时候 勺子和筷子它是有一个分工的 按照先秦时候的说法 筷子是来夹根食里面的菜叶这些东西的 所以这就涉及到汉代人吃的很多所要是根食 勺子是干嘛的 那种长勺子是来咬汤的 小的那个勺子是用来吃饭的 同时我们在海昏猴墓里面还出土了有 耳杯 耳杯它有几种功能 一种是成食物的 一种是用来喝酒的 喝酒的时候就叫伤 这种有成食物的耳杯 海昏猴墓里面就出土了一个 上面写有两个字 叫辅酱 这个辅是什么呢 就是干肉 就是用盐把它腌了之后晒干的干肉 酱就是用这种干肉做出的酱 所以在孔子的时候就说了 习不正不做 胳不正不吃 无酱不食 也就是说当时贵族吃饭是要有酱的 这就是海昏猴墓里面出土的 和饮食有关的七七的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杨老师 就我去海昏猴墓参观的时候 见到了就是做文物修复的一些工作人员 全是90后 而且很多都是学工艺美术的 很多那个小姑娘的手都是皮都退掉 脱皮非常严重 很漂亮的小姑娘 小男生 今天的年轻人让我真的肃然其境 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 所以你们在海昏猴墓博物馆 现在陈列看到这些被修复的七七 很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那当时汉代的这些贵族们 吃的都是什么东西呢 吃的到汉代以后 吃的东西就很多了 有猪肉 有牛肉 有羊肉 这些的鸡肉 鱼肉 就我们现在吃的这些肉食呢 到汉代基本就都有了 在新日期时代 我们自己中国本土的就是家猪和家鸡 现在呢一个新的发现呢 就是我们发现的鹅也是起源于中国 西亚地区它主要驯化的是山羊 绵羊 黄牛 马呢是后起源的 大概在中亚这一带 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 这些呢 家畜都已经传入到中国了 马王堆其实出土的这些大量的 跟饮食相关的 还有一些文献资料是吗 对 出土的有浅册 这个浅册上面记载的有 他当时的这个随葬品 包括还有食谱 新追夫人的食谱 那个食谱上面呢 记载的有各种肉类 很清晰的 很讲究的 人家新追夫人这个饮食是很丰富的 而且她不光喜欢吃这个 新追夫人还喜欢吃水果是吗 新追夫人呢 她其实当时的生活还很好 但是呢最后她去世呢 其实跟她的吃东西可能也有关系 因为马王堆汉母发掘是70年代初嘛 她发掘的时候呢 这个女尸保存下来以后呢 那么就进行了解剖 解剖以后从她肚子里边呢 发现了我们有那个甜瓜籽 大概一百多颗吧 因为新追夫人吃了甜瓜 可能引起了她这个急性的肠胃病 这个肠胃病可能又引发了其他的疾病 然后呢致死 所以这个呢是根据这个解剖得来的 那么甜瓜这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请赵老师再跟我们说一说 甜瓜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瓜果 就是我们发现在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中 发现了一个甜瓜籽的概率非常高 就只要是汉代的墓葬或者遗址 它保存情况比较好的 几乎大部分都出甜瓜籽 就是说明甜瓜在这个汉代是一种 非常普遍食用的一个瓜果 因为它很甜啊 尤其是嚷那个地方带籽的地方 对对对 特别甜 他刚刚说那个我就特别爱吃 就是那个连着子的那个仁 特别甜 用勺把那仁刮下来直接吃了 正好你说的 我也想 没好意思跟人说 你看我们跟老祖宗 口味一模一样 没改 就是说在汉代人吃甜瓜 有这样连这个子一块吃下去的这种习惯 但是 但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 广州南越王公鼠遗址 我们另外一个发现的情况呢 跟这个马王队汉母完全是相反的 南越王公鼠也是西汉初期 和这个马王队汉母的时间相差不多 我们在南越王公鼠有一块沙井 什么叫沙井呢 就排污井 排污井的这块沙井呢 是和这个南越王公鼠的公园 就是花园相连 所以它的这个沙井 都是从这个花园里流出来的 排出的废水 沉寂在这个沙井里 我们就从这里呢 发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植物的遗存 现在咱们看的照片这个就是 其中这个就是这个田瓜子 咱们现在看的田瓜子 这田瓜子有多少呢 到现在我们都没数清楚有多少 像一袋大米那么多 人家随随便便洗了几次菜 今天的考古学家就得一个说 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呢 南越王公鼠里头 他们这些贵族家眷呢 他们吃田瓜的时候 他们是肯定在一个小水溪 或者这个小河边呢 就把这个瓜子全弄 弄完一会顺着水流就流排泄出去 最后倒了这个水井 就证明在南越公鼠这个地方 它吃田瓜可是不吃子的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有可能是在河边蹲了一排一起吃瓜 2000年的吃瓜群众 是的 最大可能呢是它的佣人 对 给它在这清洗干净了 这是确实是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吃货 就要享受瓜群最甜蜜的感觉 但是真正你要吃籽呢 它会破坏你的口感 所以可能人家有这个 来 下边问题来了 这些啊 刚才我们赵老师说了 这都是当时西汉的人们吃的水果 留下来的盒 那根据这些盒 咱们看看西汉的时候 当时都在吃什么水果 猜猜看都是什么 随便猜啊 那先猜那个最多的呗 好 可不可能是西瓜的籽 西瓜 不是 这个是什么 都不知道 这李子这盒都比这大呀 对 像桃子 一看就是这个好同学 总想达到正确答案 其实猜一猜 这个猜不出来吗 对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 这种植物呢 种下去之后爬藤 是葡萄啊 对 我脑海就闪过了一下 看来你们吃葡萄都不吐籽 不是 他们吃葡萄不堵葡萄 不堵葡萄 好 最底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这是乌揽 这是乌揽 广东地区 南方地区的一种 一种一种 就橄榄类的 对 它叫乌揽 这真不知道 这个太好玩了 这个呢 实际啊 你们应该能看出来 但是你们可能没太注意 平常你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大概 您要这么说 就证明了 我猜对了 是什么 荔枝 不对 梨 不对 那就不知道了 我以为是荔枝 柿子 柿子 柿子红 一半 对对 柿子 它应该竖着发 对对对 它应该这样过 应该竖着发 有那个扁的那一面 看出来 当然这个咱们现在的柿子改良了 很多咱们市场买的柿子 没糊 但是呢 你们肯定也吃过有糊的 吃上那个兔子在那里 对 您看火精柿子 就是里边有一个 有这个糊 扁扁的 现在我们发现的最丰富的 就是南远王供树 这个国品最多 还有什么的荔枝 还有真正的橄榄 橄榄 橄榄 杨梅有没有 杨梅 对对对 我这提醒我非常好 就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杨梅 杨梅 还有一种 我特别不爱吃的水果 很漂亮 一切像个小星星似的 那个没有 杨桃 你说杨桃 有吗 对没有 没有 这个杨桃距离哪来的 我们现在搞不清楚 但杨梅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很多人在这个 把杨梅和梅给混淆了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现在看的南远王公署 是在广州 这是典型的我们说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现在水果 非常的丰富 品种多样 但是呢 实际在北方地区 没有这么多 北方地区 汉代的时候呢 主要呢 有五种 桃 李 杏 梅 枣 桃 是蜜桃 李 李子 杏儿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 杏儿 对 梅呢 就是青梅 梅子 青梅 梅是指的这个 最后一个呢 是枣 我们都知道 对啊 那看来刘邦 享受不了这么多好吃的 这五种啊 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国品 当然它主要呢 都是在北方地区 生长的 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重要到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成语和谚语 都是通过这些国品来的 咱们这五种都是什么 桃 李 姓 梅 枣 来说说成语或俗语或谚语 你们说一说 谁能说一个 桃李满天下 哎呦 我也想说 可以可以 马上说了俩 对 那你们梅得选了 枣有什么 枣成贵子 算一个 梅呢 望梅之渴 望梅之渴 那就是像您的姓 青梅竹马 牧童咬指杏花村 那是诗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实际呢 也和这三个关系 我们都知道 松足梅 碎寒三有 是吧 这我们经常说 实际下面还有一句呢 桃李姓 春暖一家 哎呦 它实际后面还有一句呢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 很多的这个 谚语 成语 故事 都和这五种 国品有关 嗯 就说明这五种国品 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国 最重要的 主食得说说吧 咱们今天说的都是肉啊 水果啊 汉代人的主要的主食是什么 呃 汉代人主要的主食呢 就已经比较丰富了 首先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主要是水稻 啊就是水稻 啊就是水稻 大米 对大米 北方地区呢 是小米 啊我们知道 骨子 梅子 两种小米 是吧 开始种小麦 开始种大豆 开始种荞麦 哦 荞麦 还有一米 啊 厨师的 哎 这个厨师的 是吧 他那个作物叫一一 哎 一人 一人 还有一种 可能你们谁也没想到 就是我们在安徽的 这个鹿安汉木 啊 发现的一种当时的谷物 就底下这个黑黑的 猜猜看 哎 你们看它像什么 黑米 它确实很像水稻 看不见这个是水稻 对 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人管 那叫野稻 咱们正是中国的这个 学妹叫菇 叫菇 它是金人 老师您太厉害了 这个菇啊 非常有意思 菇在汉代的时候 是作为粮食座 我刚才你问的 不是粮食座 但是到了宋代 它就变了 它变成蔬菜了 哦 蔬菜 猜测它变成什么蔬菜了 水稻变成蔬菜 草米 啊 花生啊 不是 变成焦白了 哦 焦白 焦白呢 是这个菇的杆净 所以到了宋代以后 就不再把它作为农作物 而作为一种蔬菜来种 这个植物非常有意思 太神奇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 焦白 就是它的精 对 是因为感染了霉菌 感染了霉菌 就是人类有意地给它 然后发现 虽然不产米了 但是这杆挺好吃 对 发甜发脆 你看看 大家都吃过吧 焦白 焦白 焦白炒肉 这个大家看看是什么 这你们可能真看不出来 这个 真看不出来 这也是一种古物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意 意仁 里头的仁就叫意仁 就是意米 我们说的意米 它意米的这个带壳 就是这个样 那现在就是水稻 意仁 意仁 菇米 那个是什么 甜瓜 甜瓜 所以你看 我说甜瓜哪都出 你看 陆安汉姆也出了很多甜瓜 陆安汉姆出了一种 非常有意思的水果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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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千万注意 实际咱们现在这个木瓜有两种 一种呢 是从这个中南美洲引进的 瓜类 红红的 是吧 吃起来有甜 但是有点臭味 是吧 但实际我们中国的说的木瓜 我们的木瓜实际是一种水果 长得像那个青苹果似的 它的这个木瓜呢 吃起来并不好吃 但是味道非常好闻 所以古人呢 就把木瓜呢 放在家里 有点像熏香似的 咱们安徽定位馆 这叫宣木瓜 如果你去查就 入药就叫宣木瓜 宣木瓜 对 在这个陆安汉墓 发现了大量的 这说明什么呢 文瓜群众 牧主人生前是搞水果批发的 不 他为什么 这个实际这个后面 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个陆安汉墓的这个墓主 他下葬的时候 当然我们根据其他的 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下葬的时候是夏天 他又是南方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味道确实不怎么样 所以当时怎么办 就往里填了 填充了很多这个 宣木瓜 加点香料 对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就讲说 墓葬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 时光的胶囊 是 它必须要由我们的 考古学者去打开 才能够把它 封存的时间信息 就是把历史 真正的活化过来 几位有什么问题吗 几位好不容易穿越而来 刚刚在老师说到 这个心椎妇人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她真的是对于吃这方面 研究得非常的透彻 那心椎妇人生前这么爱吃 那她在咱们考古 发掘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墓葬里 会有摆放很多的食物 保存到现在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意思了 对 虽然不容易 但是有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真的能看见食物呢 有一件 这非常著名 而且就是那个藕汤 这个藕汤啊 注意很有意思 从这反映出 实际我们考古啊 发现在这古代墓葬里头的 很多器物 原始是有东西的 这个藕汤也是 当时发掘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里头 有液体上的飘着这个藕片 当时呢 发掘的时候 有这个摄影师 就拍了照片了 拍了照片以后 就把这个器物取出来 等取到墓上的的时候 什么都没了 全氧化 这个我亲历过一件事 就是当年 我在这个阴墟 暗阳阴墟 花安庄五十四号墓 清理这个桃垒 就是一种罐子 而且封得很严 打开以后 就是当时的一种肉羹 然后说 明天咱们过来拍照 等第二天来 什么都没了 所以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所以我很敬佩 马王队这些发掘者 当时他们就怎么能想到 马上先拍照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马王队 我们很幸运 留下了这个珍贵的影像资料 出土了这么 拿藕做的羹 考古也是个遗憾的一个科学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都 那个考古发掘呢 它会非常谨慎 保护技术是要不断地跟进的 你包括刚才赵老师说 这个它的有机质嘛 你像食物这些东西 还会有纺织品啊 这些都会这样的 都是抢出来的 有些很快就没了 听起来惊心动魄 略有些遗憾 但是未来我们相信 可能随着我们考古技术 越来越先进 可能未来我们真的 有机会能够看到 那咱们接下来就还原一下 汉代人怎么做饭呀 就是说你要从这个历史文献查 它关于这个食物加工的词汇很多 很多 但是你要把它归纳一下 一个呢就考 考在我们的文献中呢 就是制 就筷子人口的那个制 就还有一个呢 我们说炮制 就是这两次呢 就是指的是烧和烤的这个加工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蒸煮 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很传统的 加工食物的方法 第三种呢就是生食 切薄片 这个字呢就是那块 我们说快制人口的块 占着料池 那时候就刺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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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它这个很讲究 切的也是要求非常的细 不光是汉代 实际这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有记载 就最著名的就是论语里头 孔老夫子有一句话 叫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这里的快不厌细 就是说的你这肉要切得越细越好 你切多细我都没意见 越细越好 就是咱们吃的讲究呗 吃的讲究啊 而且孔老夫子还说了 你得切好了啊 对 哥不正不实 对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汉代的一个画像砖 它就是切这个生鱼片的 切鱼呢 鱼呢 这个长久 你看它 撸胳膊满袖子 对 然后关键 大家仔细看 它那个刀肯定是非常锋利 是 否则你不会片得很薄 对 就那个时候已经 这个刀会是什么刀 铁刀还是 铁刀有了 汉代铁刀 非常锋利的铁刀 也非常锋利 它才能切得很薄 很薄 对 这个真是太厉害了 因为我们过去看纸记里边说 这樊快到鸿门宴上 项羽给他扔了一个大生猪腿 说你把它吃了 他在那自己那个盾牌上 砍了几块就吃 过去觉得这大生猪腿 这怎么是 其实现在想起来 可能这个生食的传统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只不过樊快比较豪爽罢了 所以这个太史宫的这个文笔 就是无韵之离骚 对 寥寥几笔 就把当时鸿门宴的 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 对 完全勾勒出来 对 刚才你们看见了 有那个切鱼块的 对 自身师傅 像不像今天就是寿司店里面 很像吗 像 袖子 然后咱们还原一下 汉代的厨娘 在灶台前是怎么忙碌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咱们来看一看 有很多呀 包括你刚才说到厨娘 这个呢不仅有 咱们的画像时尚有 咱们的勇也有 对 就是真正的勇 她这个拿着鸡呀 拿着这个鱼呀 包括她在制作的时候的 这种都有 勇也有 然后画像石也有 你看 这块画像砖上太有意思了 它那是个灶吗 对 对对 有个灶 汉代的这个灶呢 还有食物 就是我们现在出土的 有食物灶 那个食物指导名气 就我们说到名气是什么呢 就是随葬品 汉代是这样的 誓死如生 她觉得人死了以后 到另外一个世界 依然还会过着 我们现实的这种生活 所以她会给她的这个随葬 很多这种这个食用品 但是食用品呢 她后来呢 她做成这种模型 就叫名气 那么这些模型里边呢 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包括我们的灶就有 那个灶上面呢 包括了她的锅呀 鼠呀它都有 然后呢她一个灶上面 可能还几个眼 包括这个陶珠圈 陶厕所 就是她的名气 对 就是这些楼 很多 她的场景和用具 你能想到的 差不多她都有 所以这些呢 都是常见的 包括画像师上这也有 那灶 汉代那个灶 跟我们现在的呢 差不多 像农村你会看到 就一个灶上几个眼 都有了 有的 二连灶 三连灶 对对对 说是有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 它这个有意思在哪呢 这两个锅呀 一个是蒸锅 一个是煮锅 典型的 我们说 汉代以蒸煮为主 烹饪的技术 高的就是蒸锅 蒸锅 一边煮着这个肉 对 跟一边蒸着这个 米饭 对对对 哎呀 这太 而且这边 其实最有意思 这个龚老师 跟我们讲讲这边 这几个人像是正在 热火朝天的 准备呢 对 这个后面 你先看它挂的那个杆 腊肉吗 上面挂的应该是肉 前面这些呢 是在做准备 在厨房里面 也切呀 准备菜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场景 他们就是在一个岸上是吗 对对对对 这就活生生的张飞 对 张飞就是卖肉的嘛 对对对 图户 对对对对 樊块 对 都是图户 对对 所以这吃的肉还是挺多的 龚老师 我们看看另外一块 画像石上面的 这个做饭的场景 这是在干什么呢 还是在做饭吧 做饭的话呢 我们说呢 其实在造出现之前呢 我们怎么做饭呢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腐 就是腐呢 它是一个环底 那么它加热的时候 它底下呢 你怎么织呢 它用的是织角 我们发现过 出土过织角 是这样织起来的 直接烧火 那织角织起来呢 把这个锅架起来 就是腐 架起来在底下烧火 到了汉代呢 我们有了造 所以就腐底抽新 对 腐底抽新 就是这个腐 你看这个汉代的艺术 虽然寥寥几笔 对 但是这个特别有画面感 对 那挂的一看就是猪腿 对对对 这个形特别的写实 叫活腿 然后旁边 你看它架子上 就充分说明 刚才龚老师讲的 汉代的分餐制 对对对 就是等着吃饭的煮好了 是是是 一碗一碗一碗 一碗一碗的 端上去 架子撑起来 是是是是 太有趣了 是 这可能就是海昏猴 他们搞的一个宴会的一次 对 有宴会旁边就有很多人做准备 说到这个吃 咱们马上连线一下杨军老师 因为在这个海昏猴墓的发掘当中 出土了一个当时 很多很多吃货 都大呼过瘾地说 原来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吃这个东西 就是火锅 来 咱们连线一下杨军老师 好 我身后正好就是 我们海昏猴墓里面出土的青铜火锅 它上面有一个大肚子的一个锅 下面有一个圆形的碳盘和它相接 这个盘子上面干什么呢 是放着木炭的 它这个盘子还有一个流 这个流是干什么用的 是爬那个碳灰或者是出风口 这个用途 而且这个火锅是怎么用的呢 在汉代的时候人吃火锅 它还有一个和它相配套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懒炉 懒炉里面是放着什么呢 是温热的酱放在懒炉里面 汉代人是这样吃火锅的 是先把煮好的食材放到温顶里面 然后从温顶里面用筷子或者勺 把这个食材夹出来 放到这个懒炉的温热的酱里面 懒着这个酱来吃的 这就是汉代人吃火锅的这种风水 杨军老师这么一介绍 我突然有了一个感觉 我觉得除了你们的服装之外 我们没有穿越 火锅啊各种水果啊 对 都一样 都一样 晚上你们现在上学 晚上出去还 那必须的啊 烧烤配上小啤酒 所以这位同学很聪明 把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两个话题 都说出来了 那咱们就先聊聊烧烤 滋滋冒油啊 太香了 配上一盘小毛豆 汉代人是怎么吃烧烤的 这是烤肉 烤肉串 这个呢我们在这个画像时 包括涌上都有 实际上它也是拿着签子 穿上肉块去烤 而且是特别写实的这种图片 这个如果不告诉你 你会认为它是汉代的吗 这不是骨肉相连吗 对啊 这个不是骨肉相连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 藏的一件东汉时期的 又桃的一个烤架 烤架上面穿的是什么呢 穿的是馋 就知了 你看看 知了 我们老是肉块肉块的 知了都有了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生动的表达 你再去仔细看它 那个穿的上面 那个签子上穿的 大眼睛 大眼睛那个头 所以这个呢 其实非常生活化 这什么都有啊 还有全羊是吗 那个大肥牛 小徐同学 看图说话 跟我们讲讲汉代的这个烤肉图 这也太全了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最上面挂着一排 对吧 我能认出来的有鸡 然后呢 有鱼 有羊 有猪头 还有那个大腿 对 看下面 我看到好像还有 就是在宰这些羊的吧 这儿还真的还发现 这个烤炉 对 烤制 在烤串 对 对一边烤 那个人还拿个扇子在扇 对 对 太形象了 是 最有意思是底下这一排 赵老师 这是在准备饮宴的酒吗 像 我刚才讲说 这就有点像酒的这个概念了 那海昏猴刘鹤 是不是当年也是吃着火锅 吃着烤肉 喝着这个浓香的酒 咱们请杨军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杨老师 说起酒 在海昏猴墓里面 确实非常重要 在海昏猴墓里面出土了 大量与酒有关系的这些水葬品和文物 比如有西州的提粮油和东州的福 这都是用来张酒的 而且这样张酒的器物还是海昏猴刘鹤的收藏品 同时还有大量的针 青铜的针和针 酒针 还有漆木器的质 这些都是和酒有关系的 种类比较全 包括他甚至喝完酒之后的 用来娱乐的投福 这些大量的与酒有关系的器物 在海昏猴猴刘鹤里面都见到了 在我身边里面 这就是一件最特别的一件器物和酒有关系 它是目前我们西汉海昏猴刘鹤里面出土的 体量最大的一件器物 它这是用来做什么呢 这上面可能写的是真主器 但是通过我们现在的研究和分析 这套真主器很可能和真流白酒有关系 当时这件器物是出在哪个地方呢 也是出在海昏猴刘鹤木的酒聚库 当时出土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争论 有认为它是炼丹的 有认为它是做果汁的 甚至还有人认为和酒有关系 如果这个真主器真能争出白酒的话 也就把我们中国酿造白酒的历史 从元代推到了西汉 也就提早了一千多年 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太神奇了 想象一下 这个刘鹤没有史书上说的那么昏庸 可能也是天天喝得晕的 汉代的时候这个酒有了发展了吗 汉代的酒就是说实际我们现在说 酒一般就分成酿造的和蒸馏的 现在就是大家在讨论的 就是汉代有没有蒸馏酒 实际这个问题提出来和海昏猴有关系 这件器物呢样式很古怪 最有意思的是出土的时候呢 它这里的满满装着一种块状的东西 杨军呢就把它送到我们的实验室 让我给它鉴定了 结果一鉴定呢都是芋头 芋头是高淀粉含量的 高淀粉含量很小小芋头 但是呢最有意思是这些芋头都煮过的 都是加工过的 这就更为这件器物呢 它的功能呢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 对啊 这是很有趣啊 芋头 淀粉 蒸煮 发酵 糖化 生成酒精 蒸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最后没有定论 这件器到底是不是蒸馏器 还是在争论 还是在争论 以前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蒸馏酒出现得很晚 很晚 出现得非常晚 甚至有学者晚到什么 晚到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芋头啊 到底能不能作为这个蒸馏酒的这个原料 因为我们知道蒸馏酒呢 它要求的这个淀粉的含量 有一定的比例 对 第二呢本身的淀粉里头的成分呢 也有一定特殊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爱用高粱来做烧酒 这是和它的这个本身的淀粉的含量 和这个淀粉的这个特质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也有用 这种快根镜类做烧酒的 烧酒 红薯 红薯烧酒 对 特别是日本现在 日本现在它的这个烧酒里头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拿这个红薯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这只是个疑问 洪老师怎么看 没有结论 这个呢其实不能成定论 因为考古学的发展呢 它往往就是说 它是随着你资料的丰富 然后增加认知 我们考古呢 它就是有一句话 我们叫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 它有了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随便推测 但是将来呢 可能需要更多的 这种资料进行支撑 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更能准确地认知 那么当然考古呢 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着神秘的 充满着未知探索的 这样的一个学科 所以它能吸引我们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这个 三位老师的解读 让我们大概能够感受到了 汉代的生活的状态 饮食的状态 我们的学员有什么问题 要跟老师交流吗 老师我有个问题 特别好奇 今天穿上了 跟海昏猴差不多的衣服 我也替他考虑一下 再喜欢喝酒 也不能天天喝吧 那如果海昏猴 他不喝酒 他有没有其他的饮料 可以去享用呢 对啊 第一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他完全有可能天天喝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说的黄酒和米酒 它度数时期很低的 度数很低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米酒 黄酒有益地 把它酿到的度数高了 但是我们平民百姓 我们自己在家酿的 那个度数都是很低的 那个李白 豆酒 十百片 十百片 对吧 那你哪有那么 能喝那么多 天天喝也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问题 而且还有很有营养 因为它是粮食做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像他们这种海昏猴 这么等级的贵族 他在平常呢 除了喝这个酒以外 他还会喝其他一些饮料 其他一些饮料 这个饮料呢 可能会拿一些果啊 水果啊 或者瓜汁啊 来去制造一些特定的饮料 但是我们考过没有证据 唯一的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就是殷须花园庄 五十四号墓 我们发现了那煤羹 煤羹 煤羹 就拿煤子煮的羹 那好 拿煤子能煮成羹 它拿煤子也能煮成汁 对 对 酸甜酸甜的 用乌煤煮些水 然后因为中国历史上 很早就有冰石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 也可能有冰镇的酸梅汤 对 当然像这个海昏猴 这么等级的这个贵族人 他除了这个饮酒以外 其他饮料有没有 有 茶水 我们实际中国很早 就已经开始饮茶了 这个原来我们都没有想到 结果我们考古现在发现 在距今七千年前的 和睦东化时期 就已经开始种植茶树 开始上我们发现那个茶树根 这个茶树根确实是 不是我们所说的 普通的这个油茶什么的 是真正的茶树根 这个发现太有意思了 非常有意思 这是对整个学生界 是一个很震惊的 一个重要的发现 就是我们在七千年前 我们中国古代先民 已经开始饮茶了 所以呢 到了汉代 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肯定 应该是已经有了茶 茶起源于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张谦通西域之后 丝绸 瓷器与茶叶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 通过丝绸之路 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 那丝绸之路 对中国饮食文化 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现在感觉到 汉代的饮食 真是琳琅满目啊 是 你到了长安之后 发现长安跟你的家乡饮食上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我最大的感触是 西汉的时候啊 张谦通西域了 把这个西域的 很多美食带进了内地 所以我感觉 瓜果蔬菜啊 肉啊 都有很多新鲜的玩意儿 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受 他这个观察很仔细 对 就是当时作为一个 藩王的刘鹤 到了首都长安 对 一定会大开眼界 对对对 长见识 对 这个跟张谦通西域 四十路开通 西域文化 对中原文明的影响 有极大的关系 是 还是产生了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影响 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 对对对 咱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 下边来做做题 看看我在长安都看到了什么 诶 看看啊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胡桃知道吗 看过吗 胡桃夹子 跳舞那个 胡桃是什么 是一种花 盘子 什么 核桃 核桃 老师提醒我了 核桃 胡麻是什么 胡麻 对你今天吃很多 又去到西部去吃饭 要加点胡麻油啊 很香 胡麻是什么 吃涮肉吗 吃啊 蘸什么 芝麻酱啊 芝麻 芝麻 胡瓜 哈密瓜 不是啊 丝瓜 好有两个答案了啊 哈密瓜 丝瓜 这个存疑啊 胡髓是什么 胡髓 不管是什么喝个羊汤什么 老板我不要 香菜 香菜 胡豆是什么 你今天到成都 重庆去吃 怪味儿胡豆 胡豆是什么 什么 蚕豆 对 蚕豆 蚕豆 最后这胡蒜 大蒜 是大蒜 对 但是确切地讲 是分瓣的大蒜 独头蒜是中国原产的 分瓣的蒜是西域进来的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 胡瓜到底是什么瓜 两位老师 黄瓜 什么 黄瓜 黄瓜 对 咱俩一个都没猜对 黄瓜 黄瓜 对 但所有的胡 它指的是外来的 我们把那个都叫胡人 对 所有的跟我们不一样 叫胡人 新来的都叫胡 所有的来的东西都叫胡 它是这样 中国的这个文字很有意思 往往用两个字来命名的东西 都不是原产 尤其农作物方面 它后面的主语 主词是借用了中国原有东西的 太有意思了 前面加个定语 来说明形状有意义 或者是其他来源不同 所有加胡的农作物和瓜果 都是通过西域 四周之路 四周之路传过来的 所以都两个字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四周之路是连接了什么呢 连接了东西方 确切说是连接了东亚和西亚 所以它来源 起源西亚那个地方的 那边的人种都是 对 大胡子 对 大胡子 所以刚才咱们看到 你比如说胡桃 它是核桃 像这个刚才说胡瓜 就黄瓜 黄瓜就是起源于地中海地区的 从名字上 从文字学 对 语言学的角度 就可以 你如果它后面加了个羊字 那就是明清以后 就完了 洋葱 洋葱 或者加番也是 就是非常晚了 番茄 这个话题要说开就多了 你就会发现 中国的文字是独立于世界之林的 它极其精准 等级最高的嗜号是一个字 所有您刚才说 原产的农作物是一个字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 就是中原地区的乐器是一个字 对 对对对 反正两个字的都是西域传来的 西域传来的 琵琶 对对 二胡 空猴 这都是传来的 蒸 这就是中原地区原有的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打通了四搜之路这条国际交往的通道 对我们的饮食上您认为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一样 如果让您来选会是什么 胡饼 胡饼 为什么 因为你看包括现在的北方 我们说是除了吃面条以外 这个饼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主食 那么包括在新疆 对 那个新疆的这个囊 那这个丝绸之路上呢 这个包括那个再往中亚呀 西亚走啊 我看他们已经忍不住了 所以我能够分一份 对 来来来来 这是最主要的这个食品啊 从西域传过来的这样的饼 如果你去查历史文献 大概在汉代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个字 这个字就咱们说的饼 这个饼啊 在它刚出现的时候 并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这种 它这个饼是什么意思呢 是所有用面粉加工制作的食物 都叫饼 就是我把它放在水里煮的 就叫汤饼 那就是面条 对 不叫面条 对吧 没有面条 是汤饼 那我拿火烤的 叫烧饼 烧饼 对 我拿火烧的嘛 那我拿蒸汽蒸的叫什么 叫包子 蒸饼 蒸饼 吹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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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们知道 武大郎卖吹饼 卖的什么了吧 馒头 卖的是馒头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武大郎卖吹饼卖 卖的是什么 卖的是馒头 所以他叫吹饼 去一看说武大郎烧饼 你那时候卖错了 卖错了 应该卖馒头 就是他这饼 就是面食的东西 这个四处之路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直到今天 尤其对汉代人的生活 影响非常大 除了刚才说的饮食之外 还有哪些东西 在那个时候 一下出现了 前边都冠以了一个胡子 龙老师 胡服 胡服骑射 服装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呀 胡琴 胡琴 乐器 胡床 胡床 对 胡床 它是一个就是引进来的一个作剧 这个作剧呢 彻底改变了我们在之前 我们老说的 齐地而坐呀 跪坐呀 那么我们都是低矮的 所以李白的静夜思说 床前明月光 说的是这样的作剧 对 它不是卧剧 所以李白不是在屋里的 就这也特别有意思 不是躺在那儿的 对 李白不是在屋里躺着 而是在院子里坐着 所以他才能看见床前明月光 对 那么秦汉呢 其实也奠定了我们整个的 我们后来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生活方式 就大一统的中国 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奠定的基础 都是在这个时期 秦汉时期奠定的 那么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四绸之路呢 又是这样的 就是说形成了东西方文明的这种交流 这种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明互建 什么叫文明互建 就这样 我们有输出 也有输入 通过这样的输出和输入呢 促进了大家共同的繁荣和发展 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们会说说 我们是一个和和的文化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这个理念 这点呢 我觉得可能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 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 三位老师精彩的讲述 让我们在唇齿之间 感受到了汉代美食的酸甜苦辣 更领略了中华文明充满魅力的饮食文化 再次这一掌声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从一单食一瓢饮到色香味俱全的汉代的美食 从个体生命的迁移到丝绸之路的食材的交流 汉朝先人燃起灶火将食材 香料和记忆汇聚在舌尖上 形成了绵长而丰富的历史 传承着汉代人对生活的热爱 对美好的追求 这样的追求延绵至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期待您下一期 跟我们走进圣堂美食 再次感谢几位老师 感谢各位的到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